第1891章 附身第一坛 将比原本庞大道府 只是细如米粒的原神变得十分高大 明刻着的七彩道文让他散发出一种更强大的天地威压 他这时才算符合了道府主人身份 而其余飘散在道府的道种都离去 再次沉入了魂海内 他们不知从何处来 也不知从何处去 周凡睁开眼 他体内真元在不断增长压缩精炼 每一丝真元一散而出 都使得地面的三十碎裂成渣 地底在不断凹陷 等周凡控制好体内的真元 他已经深处一个大坑中 他一跃飞出了大坑 他心里甚为喜悦 他顺利进入了道神境 那道种确实就似青铜书说的那样 十分强悍 使得他的原神融合道种所化的道神也十分强大 他可是与好几个道神境交过手 那些道神境修饰的道神与他的相比 有着难以逾越的差距 就连境界越是道后眠 就越难越接而战 道神境想战胜天象境 是很难的事情 但现在他有信心 就算是天象境修饰他也未必会输 他又花了半天时间来熟悉全新的境界 这样一天就过去了 等晚上进入了船上 青铜书立刻出现了 他翻开书页用银笔写道 我已经替你寻到了最强道种 完成了我的任务 你什么时候给我附身 周凡笑道 这看你想什么时候开始 我可是一向很守承诺的 不守承诺也不行 周凡又在心里补了一句 那就明天 银笔在青铜书上画了一个微笑的表情 好 明天就明天 我一醒来就换你 周凡答应得很爽快 心里却有些忐忑 这最强道种拿得很开心 但可是要付出五次付身代价 都不知青铜书会闹出什么事来 他现在只能期望船能够对付得了这青铜书 他是没办法的了 不 我要你再睡醒的两个时辰才换我 银笔在青铜书上写道 差一息时间都不行 接下来的五天都是这个时辰 周凡心里面感到奇怪 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是要两个时辰后吗 银笔画了一个微笑的表情 你猜 我猜你妹 周凡笑道 好 我知道了 我会在两个时辰准时换你 很好 银笔与青铜书一起消失 似乎是为付身脱离准备去了 周凡心里面隐隐有些担忧 青铜书似乎信心十足 也不知道他要求两个时辰后 又有着什么深刻的用意 但船都能猜出他会连续付身 青铜书想做什么 船肯定也是知道的 他应该不用太担心 这样自我安慰一番之后 他就忙其他事去了 次日一早 周凡醒来 收拾一下就开始赶路 光也实在太大了 他花一些时间才见到了一个小村子 他利用幻术使得自己进入隐身状态 进入了小村子 不到一盏茶时间 他又悄悄从村子出来 他进去只不过是为了问路 他用了很直接的办法 利用幻术一路问下去 才问清楚一座城市的位置 他从村子出来 以最快速度远离了村子 他看了一眼计时沙漏 发现差不多到了青铜书所说的两个时辰后 灵念扩散 确认附近没有任何人才降落下去 他落在地上后 准时在心里面呼唤青铜书 他的身体亦是回归魂海盗神之内 他连盲名神看去 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被青铜书所控制 青铜书打亮了一下四周 灵念瞬间扩散到极限 他轻声自语 没有发现什么危险具有威胁的东西 确认不是陷阱 周凡 这得多谨慎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青铜书飞了起来 他很快飞上高空 他悬空盘腿坐着 目视前方一会 才闭上了眼睛 周凡神色凝重看着 他完全看不出青铜书在做什么 等过了好一会 青铜书才睁开眼 他结印诗法 一缕缕青铜光芒从指尖飞出 随风飘散在空气中 有着数千上万缕青铜光芒飞了出去 在魂海内的周凡看到这里 他精神一阵 这与上次青铜书附身在他身上用的手段一模一样 青铜书停下结印 那原本消散在风中的青铜光芒飞了回来 融入他的掌心之中 这竖法似乎很消耗魂力 完成之后 青铜书就什么也没做 直接脱离周凡的身体 消失了 周凡拿回身体的掌控权 他面露思索之色 这青铜书除了一开始的盘腿静坐 后面的操作与上次一模一样 至少他没有看出任何的区别 这难道真的是一个连续性的竖法 当青铜书完成之后 他才会开始脱离船的控制 要是这样 那这竖法未免太庞大了 需要几次附身才能完成 之前的引导者可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这竖法完成后对他会不会有影响 周凡普斯一会 还是得不出任何的线索 他的身体目前也没有任何异常 按理来说 有双重誓言限制 青铜书无法做出伤害他的事情 但他心里还是有些不安 之前那几个附身的引导者可坑他不少 他很快叹了口气 谁让他有求于人呢 这风险还是要冒的 他离开了这里 直到傍晚时分才寻到了那个村子所说的城 这是一座小城 周凡顺利进入小城内转了一圈 就连秘密格都没有发现 他面露无奈 在这座小城内可搜集的信息不多 但幸好他打听到了一座名为高偶的大城所在位置 这片地域又为高偶域 以高偶城为核心 普通舞者的角力要到高偶城去 就需要半月时间 但周凡估算了一下自己的速度 也就是四五天时间就可以了 他在这小城买到了高偶域的地图 以及用材料换了一些当地的钱票 在这座小城过夜 到了深夜后 他出现在船上 把青铜书换出来问 明天依旧吗 英比在青铜书上写着 当然是继续附身 不用为了这事专程叫我出来问 我不会改变主意 真改变主意我会告诉你的 解完这句 英比与青铜书又消失了 也不知道他躲在暗处究竟做些什么事 第1892章环壁壶 第二天一早醒来 周凡先将手中的即时沙漏器具重置 这样到了时间 他就能知道 之后就是坐在飞行宝船上 往高偶城飞去 等时间差不多后 周凡连忙收起飞行宝船 并找好了无人之地 才在准确时间呼唤青铜书 他的意识回归了人魂海 看着青铜书控制了他的身体 青铜书灵面扩散开 没有发现危险后 他才飞了起来 悬空盘腿坐着 过了一会睁开眼 双手结印 一缕缕青铜光芒从他的指尖一散 消失不见 他试完术法后 就这样等着 数千上万缕青铜光芒 很快就飞了回来 落在他掌心内 他做完这些后 就直接离开了周凡的身体 周凡连忙掌控正在下坠的身体 他脸上露出了茫然之色 就这 他甚至产生了一种恍惚之感 这与昨天没有任何差别 这青铜书究竟在做什么 接下来的三天 青铜书连续三次复身 都是做着一模一样的事 就连动作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区别 周凡彻底看猛了 他完全看不明白青铜书要做什么 感觉青铜书真的在下一步大棋 当他到了高偶城之后 他才把心思收回 忙碌了起来 他在高偶城足足待了一天时间 才借用高偶城的传送阵法离开了这里 他在高偶城生活丰富 但心情却是半喜半忧 起的是他得到了流星界的精细地图 知道了怎么找到漂流之地 让他感到担忧的是 他从高偶城秘密格那里 听到一个不大好的消息 漂流之地的新界传送阵似乎有些问题 秘密格也不敢肯定 他只是隐约听闻了这些消息 当然周凡要是肯加钱 他就能给周凡查识究竟是怎么回事 周凡直接就拒绝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去看就知道了 他是一定要去漂流之地的 没必要加钱等秘密格给他调查 环碧湖是流星界最大的湖 他就似是镶嵌在流星界的一条 美丽的翡翠玉环 环碧湖大得无法让人感觉到 他是环形碧合的湖泊 他看起来看似是茫茫无际的大海 但他又确实是环形碧合的河湖 在环碧湖沿岸有着数不清的码头 湖岸上船只来来往往 这些船只有的是商运船 有的是出湖捕捉鲤鱼的钓鱼船 七名码头繁荣热闹 人生喧哗 但今天所有的船都靠拢在码头上 没有船在离岸 因为今天是回归日 漂流之地的回归日 漂流之地是在环碧湖漂流的巨大岛屿 每一年就会完成一圈的漂流 码头上准备着一船船的货物 也有专门载人的客船 货物是送到漂流之地 客船同样是送人到漂流之地 随之而来的是漂流之地会卸载下大量的货物交易给西宁码头的商骨 而同样会有人在漂流之地下船 漂流之地的东西只能在码头上下 无论是货物还是人 无论那人是舞者还是修士 这是漂流之地的规矩 就算是坐在飞行器具的修士或使用飞行术法飞行的修士 都要遵守漂流之地的规矩 只有少数事先得到允许的人才能直接飞进漂流之地 七名码头有着十条客船 其中最大的一条客船分为三层 底层最便宜 中层次只 上层最贵 上层住着的都是有钱的贵客 住得自然也是最舒服的 就算是漂流之地出现在湖水中 从西宁码头到漂流之地的码头 可能只需半天时间 也可能要一天甚至数天的时间都说不定 因为漂流之地停泊位置并不固定 为什么不提前出发还是因为漂流之地的停泊位置很难固定 不知道会出现在湖水的什么位置 一旦提前出发被漂流之地撞上船毁人王是常有的事情 环壁湖这么大漂流之地还能一年完成一圈漂流 它的漂流速度快得惊人 这也是为什么西宁码头的船再没有确认漂流之地停泊下来就不敢出船的原因 最大客船底层乱糟糟的 没有上层的亲近 这里鱼龙混杂 有普通人 有舞者 甚至有修士 说话小声一点根本就听不到 脚偷们在浑水摸鱼 漂流之地并不拒绝任何人进入 只要是坐着客船 规规矩矩就能进入 当然客船的船票可不算便宜 就算是底层船票 也是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收入 穷人是去漂流之地淘金的 传闻漂流之地遍地黄金 周凡盘腿坐在一角 他的形象经过幻术伪装成一个流浪刀客 顶着一个大秃头的脸上留着猙獰的疤痕 他不是故意来底层体验生活的 而是无法采买了底层船票 因为他是昨天才到的西宁码头 上中层的船票早已卖光了 他就懒得再想办法 干脆就买了底层船票 反正只要能进入漂流之地就好 这十天的时间都花在赶路上了 算是游历了小半个流星界 流星界是十个新界之中最小的一个 但也是相对而言 流星界在小也是新界 而他之前在高偶城的位置距离漂流之地 恰好一北一南 就算是借用了沿途的城镇传送镇 也不可避免浪费了这么多时间 因为膝盖上放着戏刀 面目争鸣 他坐的地方都空出了不少 普通人远离他 那些小偷同样不敢招惹他 他也乐得亲近 他坐着无聊 就从口袋里取出一个碧绿的果子大口吃着 这是他从西宁码头买的并不是什么灵果 但口感脆爽 一个扎着羊脚便的小女孩站在他面前 气生生看着他 悄悄吞咽了一下口水 周凡没想到这小女孩居然不怕他的样子 他无奈取出了一个碧绿果子 递给了小女孩 小女孩开心笑了笑 他一口就咬了下去 笑得咪咪一眼 一个妇人一把抱住了小女孩 他一脸焦急道 你这孩子怎么可以乱跑 谁给你的东西吃 这位叔叔 小女孩指了指周凡 周凡面无表情 瞥了一眼那妇人 那妇人吓得正了正 他觉得这人实在太可怕了 不过他还是憋出了一句谢谢 周凡只是轻盈了一声 妇人不太自在抱着小女孩往后挪挪 小女孩吃着果子朝周凡甜甜笑了笑 第1893章花流宗 周凡没有看那小女孩 他吃完果子后 就闭目似乎在睡觉 船外湖水哗哗作响 船上的人都已经知道 这次到漂流之地的码头需要时间不短 船中午出发 但要明天中午才能到 一很快降临 船上镶嵌的扶珠亮了起来 灯光柔和 这不仅仅起着照明的作用 还起着驱散阴影怪诀的作用 能在湖中穿行的船都是特殊设计的 毕竟湖水底下有怪诀存在 随时会攻击船 除开船是特殊设计 不有阵法 客船上也有专门的舞者 甚至修饰处理可能前进船中的怪诀 要是这样一算 这船票并不贵 甚至还可能亏损 其实这客船的背后还有漂流之地一些势力的补贴 因为漂流之地人口太少 为了维持漂流之地的发展 移民就成了必要手段 船的底层简陋 当然不会有床 人们都是席地而坐或坐着睡 有很多人甚至不睡觉 就算是人并不知道大节将至 但也能明显感受到荒野外比历年危险很多 在这种时候出行往往会更谨慎 在这种多人的环境 周凡只是进入船的瞬间 就出来了 他是先交代过小犬 小犬会悄悄把他唤醒 周凡从船上出来后 他继续眯眼休息 他眼眉毛糊而挑了挑 不过很快又舒展开 一夜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 有人乌烟哭了起来 哭的人是那个带着小女孩的妇人 他包裹里的财物不一而非了 他昨夜明明熬了一夜都不敢睡觉 但钱还是没了 这钱可是他娘俩到漂流汁的生活的费用 现在被偷了 他都不敢想象他们怎么才能活下去 小女孩也吓到了 很快跟着他娘哭了起来 众人都是默然看着 边上站招数各客船过来的舞者 也没有过来询问的意思 财务不见了客船可不会负责 这是船客自己的事情 在船上 这样的事情可不少见 就算有心善的人 也只是叹了叹气 这种是他们可帮不上忙 底层的都是穷人 这时有着一个面向普通的中年男人 走到了那个富人生前 他把一钱带递了出来 那富人挣了挣 这正是他的钱带 他连忙一把夺了过来 中年男人跪了下来 他大声说道 是我偷了你的钱带 我不是人 他说完就不断扇自己的耳光 他的脸肿得就似一个猪头一样 船上的人都惊呆了 这小偷莫不是傻了不成 富人抱着自己的女儿 不敢吱声 他也觉得很奇怪 哪里会有小偷把东西偷了光明正大 还回来 还这样抽自己耳光的 客船雇佣舞者这时奔了过来 让所有人后退 他们小心翼翼看着那小偷 逼喝道 别动 那小偷果然停下抽自己耳光 却痛哭流涕 我不是人 我就是个人渣 客船雇佣舞者缓缓靠近 利用身上器具 确认小偷没有被怪爵附身之后 就迅速把这小偷带走 结束了这场莫名其妙的闹剧 周凡从头到尾都没有睁眼 小偷被带走 他嘴角只是微微叫了一下 小偷被带走后 船上再也没有大事发生 那些躲在暗处的小偷见 发生了这么奇怪的事情 也不敢再有任何的小动作 客船底层一时平安无事 直至有人发出呼声 周凡睁开眼 看到了那飘在湖面的巨大陆地 就算是周凡利用眼时 也完全看不到陆地横向的界线 湖上一艘艘船向着大码头靠去 大码头上人可不少 货船与客船分开 按照码头的指挥 停靠在不同的位置 货船卸货 客船的人也从船上走了下来 码头上设置了检测证法 来确认船上下来的人 没有被怪爵附身之类的问题 当然只是简单检查一下 只要通过检测证法 船上的人喜欢去哪里都可以 妇人与小女孩通过了检测证法 小女孩看着前方周凡快要消失的背影 娘可能是那个叔叔帮了我们 刚才在船上 妇人对小女孩悄悄说 有大善人帮了他们 妇人哑然失笑 摇了摇头 大码头上有着很多马车等着 准备把人拉去最近的码头城 周凡没有坐 他离开码头之后 就施展身法飞了起来 漂流之地的边界以及高空 都不有阵法或有修饰巡逻 但只要不飞太高 还是允许飞行的 三天之后 漂流城 漂流城是漂流之地的核心 也是漂流之地最大的势力 但漂流城也分为三宗九派 并不是一家独占 不过三宗九派同气连之 谁家的修饰修为最高 就以谁为首 三宗九派这代最强的是 花流宗的宗主刘北海 三宗九派以花流宗为首 新界传颂阵也在花流宗的掌握之中 漂流城很大 三宗九派有着自己明确的势力分布 周凡已经站在了花流宗的宗门前 他刚刚递上拜帖 说明了来意 他等了一会 很快就有人将他请了进去 他在银客厅见到了一个身穿白衣的老者 那老者笑着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周凡这才知道这老者是花流宗父宗主独修远 周凡则是自称为李不凡 他那个赵霸与周凡的名在灰心界之道的人不少 为了避免麻烦干脆换了一个 李道友想借用心界传送这事吗 独修远与周凡寒暄了几句转入正题 正是周凡点头道麻烦贵派了 传送的费用好商量 传送费用这个先不说 独修远挥了挥手道 但恐怕要让李道友失望了 我们的心界传送阵早已经无法运转了 逆逆格得到的消息是真的 周凡皱眉道不知为什么运转不了 说来惭愧 因为三宗九派的一些前辈认为维护心界传送阵的成本太高 我们又与蛮心界那边一直没有什么来往 所以就没有维护 后来觉得这样不好 归断绝与蛮心界的联系 想在维护时 发现正法核心已经损坏了 独修远苦笑说道 正法核心无法修复吗 周凡问 正法核心当然有办法修复 事实上我们已经收集了不少材料 但核心主材质疑的虚晶晶一直没有寻到 第1894章虚晶晶 虚晶晶 周凡从来没有听过什么虚晶晶 他问 这种灵才很难寻忘 很难 独修远摇头道 新界传送阵的正法核心主才本来就罕见珍贵 我们流新界传闻只有石流小岛有这种灵才 但近百年来从来没见过有人能从那里寻到这种灵才 以前下主新界还没封闭时 我们尝试过去下主新界收购 偶尔碰上了这种材料 不是被人抢先了 就是喊价太高 又因为路途遥远 来回也麻烦 后来这事就被耽搁了下来 周凡听完后 他微微沉默了一下道 如果有虚晶晶 正法多久能修好 最多一月时间就足够 独修远立刻回答 周凡没有多问 而是站起来告辞离去 独修远让人送走周凡后 他轻声自语 此人究竟是什么来历 讲去瞒新界又是为了什么 周凡离开花流宗之后 他花了一些时间才寻到漂流城的秘密格 漂流城的新界传送阵真的坏了吗 周凡看着对面的七黑影子问 这问题需要一万的刘金沙 七黑影子说 刘金沙是刘新界通用货币 周凡把一万刘金沙兑换票给了七黑影子 七黑影子检查了一下兑换票 他满意点点头 才笑道 消息属实 漂流城的新界传送正确是坏了 现在还没修复 漂流城秘密格就在漂流城 怎么可能不知道 为什么还没修复 周凡又问 因为他们缺少需津津这一种珍贵灵财 七黑影子回答 你们确认吗 周凡眼神灵力问 客人请放心 情报不会有错 七黑影子肯定的说 那说明独修远没有说谎 周凡这才放心下去 他问 你们对须晶晶了解有多少 关于须晶晶的情报 我们需要一千刘金沙 七黑影子说 这比起之前要便宜的多了 因为须晶晶的信息 只需要花心思就能打探到 而确认新界传送正的好坏 需要花的心思就比之多得很 周凡又给了一千刘金沙出去 须晶晶目前唯一以致作用是用来炼制传送阵的核心主才 尤其是新界传送阵 要是放在普通传送阵 那就小才大用了七黑影子说着须晶晶的相关信息 周凡心里就更放心了 不过他又感到这是很棘手 因为须晶晶要是容易到手 花刘宗就不会等这么久了 如何才能获得须晶晶 周凡问 流星界只有石流小岛会有 七黑影子说 流星界有没有什么人或势力有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还有一个办法是到下主星界 说不定会有办法能收购到 不过现在这个办法似乎不可行 为什么不可行 周凡问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秘密了 七黑影子笑了笑说 周凡心之度名下主星界的星界传送路径都已经封住了 这个办法当然不可行 秘密格有办法能得到虚晶晶吗 周凡眼神闪烁了一下问 其实他知道除了漂流程 秘密格还可能掌握了星界传送阵 但他在以前就问过了 秘密格不愿意承认 他想用秘密格的传送阵根本不可能 我们只从事消息类的营生 这个可帮不了客人 秘密格不愿意承认 秘密格不愿意承认 不过客人如果需要 只要支付足够的报酬 我们可以试着替你打听 看谁手中有须晶晶 但这种事也可能打听不到 打听不到钱就不会退回给客人了 毕竟我们是花费了时间精力在这方面的 你们需要多少钱 周凡直接问 要是价格合适 这不是一个办法 只要知道谁有虚晶晶 他可以想法得到虚晶晶 这个就难说了 七黑影子沉吟了一下道 以我的经验来看 一个月时间要是不能找到 那基本就无法找到了 所以如果按照一月时间来计算成本 我们需要一亿流金沙 一亿流金沙 周凡嘴角扯了扯道 告辞 周凡从秘密格出来 秘密格这价实在太高了 高还是其次 还不保证能找到 要不是实在没有办法 他都不会尝试这样的办法 毕竟一亿流金沙可步是小数目 谁知道秘密格收了钱之后 会不会办事 他决定先想想其他办法 秘密格那七黑影子正在与同伴说话 那么说来 刚刚来我这里咨询虚晶晶的可能是明幻里不凡的修士了 是的 我们刚刚得到消息 说花刘宗不久前有个叫李不凡的修士登门 想借用星界传颂阵 那边的人开口说道 有意思 七黑影子倾笑一声说 刘星界似乎没有什么实力不错的修士叫李不凡 那他到底是谁 又为什么要去瞒星界 这人身上肯定有大秘密 将他列为重点关注人物 是 夜晚船上灰雾流动 周凡看着被自己换出来的青铜书问 你哪里有一种虚晶晶的普通材料吗 周凡怕青铜书漫天要价 故意加上了普通材料四个字 青铜书翻开 用银笔画了一个微笑表情 是用在传颂阵的虚晶晶吗 是 周凡盲点了点头道 这虚晶晶就算不是什么珍贵材料 但也不是什么普通材料 银笔又画了一个微笑表情 但也贵重不到哪里去 你要是有 就卖一块给我 周凡脸色平静道 可惜了 银笔在青铜书上写道 我没有 要是有肯定狠狠宰你一刀 你没有跟我扯这么多做神了 周凡有些恼火道 你又说自己拥有世上最大的宝库 连虚晶晶这样的材料都没有吗 虚晶晶这种材料罕见 但价值不大 我瞧不上他 收藏来做什么 银笔画了个无嘴笑的表情 我只收藏有价值的珍惜品 周凡面露无奈 他没有再理会青铜书 而是低头向船询问起来 要是灰河里有 那他可以尝试吊起来 而不是到石榴小岛去碰运气 第1895章前哨导 船很快就给了答复 这答复让周凡哑口无言 因为船说灰河里有虚晶晶 但却不是这处河面 而是载到回去的500万条大灰虫处 船是无法回头的 也就是说他不可能掉起虚晶晶了 去石榴小岛 我在那里给你留了一份有趣的礼物 船又发送了一道意念过来 周凡证了证 他抬头看了一眼青铜书 还是问道什么礼物 船没有了答复 什么礼物 因比在青铜书上画了一个疑问表情 你想知道呀 周凡笑道 不告诉你 因比在青铜书上画了一个愤怒的表情 他直接化作雾气消散了 周凡露出了思索之色 船知道石榴小岛并不出奇 但船让他去石榴小岛说有礼物送给他 想送他什么 他心里甚至有些怀疑 船是不是故意说灰和礼调不起虚津津的 周凡想了好一会 他心里叹了口气 看来只能跑一趟石榴小岛了 十天后 周凡坐在飞行宝船上 下方是碧蓝的海面 海面上时不时能看到一艘艘船在漫腾腾画着 周凡已经出海一天了 他手里拿着预检地图 时不时调整一下位置 一个时辰后他就看到了前方稀薄迷雾 迷雾前方有着一个庞大的岛屿 终于找到了 周凡清笑一声 他脸色微凝 没有冲入迷雾前方 而是落在了岛屿上 这座岛是前哨岛 石榴小岛并不是指一座小岛 而是无数岛屿的统称 而前哨岛就是石榴小岛水域的一座岛 这座岛并不在时间迷雾之内 而是在迷雾之外 因此有无数出海的船只在这里停下修整 为进入时间迷雾内而做准备 石榴小岛被时间迷雾所笼罩 里面的时间流速异常 有时候在里面一天出来 外面可能已经过了数天甚至数月 早已有人进行过长时间测试 发现只要从里面出来 外面过了多少天 那受数同样是流逝了那么多天 譬如在里面一天 要是外面时间已经过了三天 那就等于修饰无端端少了两天寿命 人们把这称为受损的诅咒 在石榴小岛中最可怕的就是受损诅咒 毕竟能增受的机会不多 没有人愿意遭遇受数的折损 但幸好受损的诅咒并不算常见 而且只要不是太深入石榴小岛深处 就算遭遇受损诅咒 一般也就是少数天寿命 除了受损 石榴小岛还有诸多危险 但这并不能阻拦一众舞者修士 对石榴小岛的狂热 因为石榴小岛里面有着各种稀有灵才 舞者修士们都是为了在石榴小岛 寻到丰富的修炼资源而来 传闻流星界的流字也是因为石榴小岛而得名 石榴小岛握虎藏龙 势力林立 凡是在流星界有名气的势力都会派人长期驻扎石榴小岛 当然就算握虎藏龙 对现在境界的忠凡来说 石榴小岛真正能入他法眼的修士可不多 毕竟现在他可是道神境 就算是普通道神境也是屹立于流星界顶端 更何况他不是普通道神境 石榴小岛就算真有道神境修士在 也不会有多少个 周凡降落在前少岛上 是因为那时间迷雾实在太特殊了 就算是修士也不敢在里面飞行 万一遭遇失损 那麻烦就大了 按照经常进入石榴小岛的舞者修士经验来看 在时间迷雾上空飞行 会遭遇失损的概率比在海面上泛舟还要高十倍 失损诅咒还悄无声息 只有从里面出来才知道自己损失了多少寿命 在天上飞行 万一一连遭遇十几次失损 损失几年授数 那就损失大了 至于飞得比时间迷雾还高 那就不知道位置 时间迷雾零面无法渗透 侦察器具也同样不能 在时间迷雾里面 石榴小岛出现的位置也是凌乱不固定的 从来没有办法标记石榴小岛的位置 而且要是真的从高处飞下去进入迷雾之内 还会不知道被挪移到什么离奇的地方 不一定就是当前的位置 在时间迷雾内泛舟慢慢寻找才是最安全的办法 就算周凡现在授数不少 但他也不想平白无故折损授数数 所以他同样入乡随俗 准备找一艘小舟出船 船说的礼物在哪里呢 周凡一边围出船做准备 一边心里在思索这事 昨夜他就问过船 但船并没有给出任何答复 但物资准备齐全之后 周凡就坐上一艘小舟 将一块淋浴放进小舟上浮阵之中 向着稀薄的白雾滑去 次周凡这样独坐一舟的大多是一高人胆大的修士 也没有人敢招惹 一般舞者都会倾向组队 周凡打算探索一下石流小岛在说 他刚才在岛上使用幻术询问过一个商谷 那商谷告诉周凡 他在这里收购材料三年 并没有听闻有谁寻到了须金金 须金金也许只有石流小岛深处才会有 但越是深入 遭遇受损诅咒的可能就越大 毕竟这一来一回 要带的时间就涨了 次舞者都是在石流小岛水域边缘搜寻灵财 时间迷雾内的空间与外界也不一样 他似乎是空间无限的 无法探查出他有多大 但幸好不会迷路 只要顺着原路都能返回 周凡第一次探索 他并不打算太深入 来寻找须金金是一件十分碰运气的事情 他也是没有办法才来尝试 在他四周 同样有很多小周 四现在这处水域不过是外层 小周当然很多 他看了一眼中外的海水 海水泛着淡淡金色涟漪 与外界同样不同 他修炼了龙神语 旧日法则 对时间可是很敏感 能够感到这里确实有些不同寻常 但不同寻常在哪里 要他一时间说 他也说不出来 忽然有人发出一声欢呼 前方白雾处出现了一座小岛 今天的运气真不错 在外层这样的位置能发现石流小岛 顿时白隔蒸流 所有小周都朝着石流小岛滑去 石流小岛每天出现位置不一样 但岛上总会有着异常丰富的修炼资源 很少出现上面什么修炼资源也没有的小岛 小周上的舞者修饰都是一脸狂热 不过随着接近小岛 所有的小周速度都慢了下来 不少人脸上都是露出了警惕之色 他们不仅警惕岛上可能会出现的危险怪诀 更警惕其他人 第1896张登岛 在石流小岛冒险永远是高风险高收益 在应对危险的怪诀之余 还要提防其他人的争夺暗害 现在就是如此 看着越来越近的小岛 数十小周的气氛紧张到极点 别冲动 按照规矩来 对 别忘了规矩 现在什么都没见到 真动手又有什么好处 先排除岛上的危险 此起彼伏的声音不断在各搜小周上响起 所谓石流小岛的规矩就是遇到小岛时 先别发生争斗 等确认安全才能动手 但这种规矩只是探险者之间默认的规矩 真不遵守 谁也没办法 不过现在还没登岛 也没有人想在这里动手 但也没有人傻到会相信这些人说的话 有时候就算是同一艘船的人都未必可信 更何况是其他小周的人 周凡的小周混在其中 他颇敢有去看着这幕 他进入这里是来查看情况的 在这种水域遇到的小岛不可能会有什么太珍贵的东西 小周就算走得再慢 很快就到了小岛的边缘 但没有舞者修士贸然登岛 而是拿出各种侦察器具查探起来 周凡灵念蔓延而出 然后让他感到有些意外的是 他遭遇了另外一道灵念 由于他之前没想到这数十小周还存在掌握了灵念修士 毕竟那种修士为了追求去利益 应该往更深处探索才对的 不远处一艘小周上的一个黑山老者脸色微变了变 点老 发生了什么事 周上其余三人中一人低声问 遇到了一个灵念镜修士 黑山老者冷哼一声道 掌握灵念的修士 当然不只是灵念镜 但原神镜又哪里是如此好踏入的 原神镜修士应该不会出现在此处水域 所以黑山老者才会说是灵念镜 周上三人面面相去 原本以为有点老这一灵念镜修士在 这个小岛珍贵的灵才都会收入他们囊中 现在却发现还有一个灵念镜修士 那他们的想法就要彻底黄了 都小心一点 点老冷冷道 只要他不来惹我 我们也不要与他起冲突 周凡只是有些讶异 但他并不是很在意 他能感知到对方灵念很弱 除非对方在伴猪吃老虎 否则这根本不用担心 小岛内的时间之物比起海面的要稀薄很多 但就算如此 周凡的灵念也无法探出太远 他只是隐隐感到小岛雾气遮掩下 有着什么在跑动 他的灵念都如此 那些用侦察器具查探小岛的人收获就更小了 不过众人早已习惯 这是在石榴小岛必须习惯的事情 查探不到太多有用东西的情况下 众人都是犯着各自的小舟 终于靠岸 一靠岸就把小舟固定在岛边 有些人派人留守小舟 已经进入到境的修士 直接把小舟装进了自己储物袋内 没有人敢没有任何措施 把小舟放在岸边 小舟一旦被毁或消失了 那舞者们只能踏水而行 只是水面上也不安全 还是不如小舟 周凡把小舟收进了储物袋内 他就向着小岛漫步而去 数十小舟的探险者 这小队都在以不快不慢速度 向着小岛扩散而去 他们都刻意与其他小队保持距离 周凡走着走着 就不见到其他人了 一来是因为那些人也知道 独自一个的周凡不好惹 二来周凡走得比较随意 速度不算慢 所以就不见到其他人了 他眉毛微挑 稀薄雾气之中 忽而冲出一个七尺高的腐尸 腐尸一双绿爪舞动 快得只见淡淡残影 向着周凡撕来 周凡只是随意并指一画 腐尸那双绿爪就如切瓜一样断裂 鲜绿湿液从断口处建设而出 但怪异一幕发生了 时间在倒流 腐尸那断开正在下坠的绿爪在往上升 很快就接回了手腕 一切就似没有发生过一样 周凡面露兴趣 石流小岛的怪爵大多数都有着这样时间倒流的能力 当然这种能力强弱有很大差距 如眼前这腐尸 他要是一招把他头颅打爆 他可能再也难以让时间倒流 恢复如初 腐尸双手接好瞬间 那双爪子再度朝周凡袭来 周凡在心念电转间 手指一画 又把腐尸的双爪切断 腐尸的双爪又开始了时间倒流 周凡的口里吐出一个怪异阴结 原本腐尸接好的双手又开始断裂开来 正在掉落 腐尸 腐尸发出一声怪吼 时间倒流开始 他的手掌又再往上升 周凡口里吐出一个悬傲阴结 腐尸的双手又开始跌落 腐尸双手升跌升跌升跌 如此循环往复好几次之后 腐尸身体爆开了 周凡早已后退 他挥了挥手 让剑射而来的失血都飞到了另一边 一般遇到能时间倒流的怪诀 舞者修士都是尝试着直接杀死 很少似周凡这样 让腐尸尽量释放自己的时间倒流能力 直至他死掉了 经过这次试验 周凡确认了他的龙神雨 依然能作用于这拥有时间倒流的特殊怪诀身上 而这些特殊怪诀能够倒流的次数是有限的 一旦达到极限 似乎身体就会崩散 不得不说 这时流小岛确实有些很独特的地方 似乎与时间法则扯上了关系 周凡有些不敢肯定 因为那腐尸双手断开时 他没有感觉到任何时间法则波动 他拥有龙神雨旧日法则 对时间法则的波动可是很敏锐的 除非这时间法则已经与这怪诀身体融合在一起 难分彼此 这就无法看出来 这些怪诀能拥有时间倒流的能力 与石流小岛的环境有很大关系 他这样想着一边在岛上走着 岛上的植被茂盛 随意走几步就能看到一些灵植之类的灵财 不过这些灵财价值太低了 他连采摘的兴趣都没有 继续往前走去 不过他很快停下脚 因为他看到了一个黑山老者 与他的三个同伴正在围杀一头土黄色的蟒蛇 那蟒蛇投生金黄三桶 他一眼就认出 这是石流小岛才有的灵兽石夷灵蛇 石夷灵蛇可不简单 实力强大 舞者见了要褪壁三尺 唯有修士才敢狩猎石夷灵蛇 第1897章预传 石夷灵蛇的三桶可是比较珍贵的灵财 那黑山老者是对付石夷灵蛇的主力 散开的灵念在周凡出现的瞬间就发现了 他手中的黑色长边飞舞着 朝石夷灵蛇袭去 逼得石夷灵蛇与他的长边缠斗 这位朋友还请离开 黑山老者高声说道 他见周凡独自一人 在这种时候 他与同伴无法分身可不敢说狠话在启示端 只能客气请周凡离开 周凡的灵念没有散开 但黑山老者的灵念散开了 他就知道黑山老者就是那个在上岛前遇到的灵念 灵念散修士 他只是瞥了一眼就转身离开 他对石夷灵蛇可没有任何兴趣 他走了约百丈 发现了一棵果树 果树上挂着身子水滴状的果子 果子一共18枚 周凡这才来了兴趣 这果子他认得 是名为水念子的果子 水念子对灵念散修士来说 算是尚好的修炼灵果 在这样的小岛中有着这样的灵果 不得不说是一个意外之喜 虽然他早已过了灵念境 但他用不上 可以留给自己的儿女又或者拿去卖掉 他的灵念蔓延而出 很快就发现了果树的背面 隐藏着一条一尺长的紫色布片 他确认没有其他危险后 就走了过去 那紫色布片刷的一下就弹射而出 便大将周凡整个人都包裹起来 碰的一声 布片被强横真元撕裂 这是一种特殊的妖灵 是吃水念子果 他本来拥有着匹迪灵念境的实力 但运气不好 遇到了周凡 还没有发挥全部实力就被杀死了 周凡走到树前 他还没有伸手摘果 又缩了回来 看向了他身后 黑山老者与他的三个同伴 在杀死十一灵蛇后 就走到这里来了 黑山老者震了一下 他看向树上的水念子果 脸上很快露出狂喜之色 他只是看了一眼周凡 就一跃而起 朝着周凡一掌拍来 对灵念竟有着很大增益的水念子果 他当然不愿意放过 他无论如何都要争一争 周凡没有动 他只是看了一眼黑山老者 黑山老者的脑袋就如同西瓜一样爆开了 黑山老者三个同伴都是吓傻了 他们没想到强大不可一世的灵念竟就如此简单死了 他们面露惊骇就想逃得远远的 不过他们还没有付诸行动 头颅很快也飞了起来 周凡转身把十八美水念子果收入了玉盒之内 把玉盒放入储物袋之后 他又把四人身上的财物储物袋之类的都拿走 十一灵蛇的三铜这些材料当然也落入了他的手中 他又简单搜了搜石流小岛 并没有太多值得一提的发现后 就向着岛外的方向走去 他耳时偶尔会听到人与人厮杀声 显然是为某些灵才起了争斗 这种事实在太常见了 只要没有人招惹他 他也懒得理会 他到了岛边的海滩上 海滩上停靠着的小舟都有人看守 不过他很快微微一正 因为有一艘小舟引起了他注意力 小舟上站着一个小女孩 这小女孩他认得 就是去漂流之地那艘船上 他给了一个果子那个小女孩 那个小女孩不怕他 还是让他留下了一些印象 小女孩站在小舟上朝周凡甜甜的笑了笑 海滩边看守自己小舟的舞者 对他视而不见 周凡沉默了一下 他记得那个小女孩明明就是一个普通人 他心里面浮现一个猜测 他走了过去试着问道 请问你是我就是 小女孩笑着说道 你就是谁 就是你心里想的那个 我不能说 难道你就不能说吗 周凡面露无奈 但他已经有九成把握可以确定 这个就是船了 船喜欢扮成他见过的人 我不是约你在这里见面吗 小女孩甜甜笑道 虽然我们没有约定暗号 但我想你这下应该明白我是谁了 果然是船 周凡脸色有些严肃 这是他第一次在外面世界见到船 之前两次见面都是很特殊的地方 上船吧 小女孩又是笑道 我带你去看看礼物 周凡登上了小舟 他看了看海滩上那些守着各自小舟的舞者 他有些压抑道 他们看不见你吗 当然看不见 一个有些粗壮的男生说 周凡看过去 发现小女孩变成了一个身材壮实的黑脸大汉 这黑脸大汉就是他不久前杀死的黑山老者三个同伴中的一个 这变化也实在太大了 周凡嘴角扯了扯 怎么 不喜欢吗 传播着自己的黑脸笑着问 他轻轻一碰 又变了 变成穿着粉蓝的宫装长裙女子 女子看起来娇俏清纯可爱 可能这个更符合你的审美 这是周凡见过最多船的形象 他忍不住道 你能不能别逗我 那怎么行 船笑起来可爱的能让人心都化了 这不是挺好玩的吗 周凡在小舟开始离岛 往海面驶去 周凡不知小舟会去哪里 他没有急着问 而是说好玩在哪里 以后你就会知道了 传一脸得意说 我可是在做着有生灵以来最有意思的事 有生灵以来最有意思的事 周凡正了一下道 我不明白 以后你就会明白的了 船说 跟你说话真累 周凡叹了口气道 你之前出现都走得很着急 现在不着急了吗 船实在太神秘了 他想知道船的一切事情 船捉来一缕白色雾气 又松手让白雾散去 你还不明白吗 我约你在这里见面 就是因为这地方有些特殊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时间还很多 角洲离岛后 往石流小岛深处方向而去 看似很慢 但速度却很快 角洲这样的状态很诡异 周凡却不在意 就算不幸受到了受损 他承受得起 船想害他 也不用弄得这么复杂 区区受损诅咒 船解决起来并不难 周凡心里在琢磨传说的话 这里很特殊 这里当然特殊 特殊地方在于时间迷雾 他见过船展现能力与时间有关系 这就是原因吗 对了 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哦 船忽然近在咫尺 他露出洁白牙齿 眉眼笑道 第1898章梦中情人 看着船那张放大的俏脸 身上还传来淡淡香气 什么好消息 周凡捧着脸问 他心里感到有些窘迫 他心里默念 船很可能不是人 可不能瞎想 但船所变的女子对他来说 有非同反响的意义在 当然更多是对过去一种怀念 哟 船笑得更欢了 你在害羞 不错不错 我没有 周凡有些恼火道 你有没有想过 他可能是存在的 正在某个世界角落等着你去见他 船脸上笑容收敛 周凡正住了 这是他的梦中情人 是以前用一个叫梦中情人的游戏软件捏脸 捏身材一点点捏出来 捏出来后 他有段时间做梦想的都是他 当然后来他从那种荒诞状态脱离出来 并掩埋在心底 这样羞耻往事原本只是埋藏在心底秘密 就连小妹都不知道这秘密 船看过他的记忆 把这梦中情人幻化出来了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船指着自己说 世界这么大 寻出一个与这一模一样 一点差别都没有的人可不难 要是实在找不到 我还可以造一个出来 不用了 周凡摇头道 你别乱来 船叹了口气 我明白了 难怪你看到我这个样子一点都不心动 原来你喜欢的他必须是没灵魂 不会说话的他 这在你那个世界叫纸片人小姐姐 对吗 周凡 谁年少时心里没有爱慕的对象 只不过我的特殊一点而已 但这都过去了 现在我有喜欢的人 这不过是一段美好的记忆 周凡试着解释 渣男 传面露哀伤驳斥斥道 你这是有了更漂亮的现任 当然看不上这初恋了 咱们能不能别聊这个话题 周凡嘴角扯了扯 你不是说有好消息要告诉我吗 究竟是什么消息 对A 传又笑道 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 你可以放心回蛮星界了 你担心的那家伙不再蛮星界了 这确实是好消息 周凡精神一阵趁机问道 那无言是怎么回事 他为什么要杀我 他还说什么命运轮回之类奇怪的话 他觉得传肯定知道 传那小巧鼻子皱了皱 苦恼道 这可不能告诉你 周凡心里感到有些可惜 但传本来就奇奇怪怪的 他心里有很多疑问 以前问了 传也不肯告诉他 不能说的理由也不知道 知道的越多 烦恼就越多 等真的到了合适时候 我会告诉你的 传笑道 但你要是真的想知道 要不我们玩一个游戏 你赢了 你就会知道一些事情 传说着话 他清澈双眼还透露出一抹狡诈 如此人性化的一面 周凡觉得是传故意让他看到的 我赢不了 传一脸狡猾道 游戏吗 不试过怎么知道呢 你输了 又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那你说来听听 周凡抱着不妨听听的想法 我不想告诉你 但你可以从其他人口里得知一些有关联的事 传说 能不能从他口中知道一些事情 就看你自己了 这人你还认识哦 你说的是谁 周凡不解问 大卫天子 传一脸轻松说 大卫天子 周凡眼瞳威名 他有些无法想象 大卫天子与无言要杀他能有什么关系 周凡知道大卫天子一直隐藏一个天大秘密 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这能与他扯上关系 这可能吗 没想到吧 传笑道 大卫天子知道的事情可不少 要是你能让他告诉你 保证你能明白很多事情 当然你也别想太多 你不可能从他口里得知所有事情 他只是第一步 要是你成功了 我再告诉你第二条线索 周凡沉默了起来 林圣都无法让大卫天子开口 这事难度实在太大了 这事肯定不容易 传笑呵呵道 但你不一样 他不是你老丈人吗 老丈人肯定会对你通融的 周凡尴尬干渴一生 他与虫娘的事 大卫天子可不知道 他总不能说圣上 我是你的女婿了 大卫天子问是我家哪个 然后说是你家的126皇子 估计大卫天子会一脸问号 再调用通天境把他给震杀了 再说这事他试着问过虫娘 虫娘说他与大卫天子不会再有关系 不用特意告诉大卫天子 毕竟大卫天子可是杀了他娘 虫娘会这样做也不奇怪 周凡心里纠结着这事 传道 看来你没有信心能做到 要是这样 那不如我给你换一个目标 还能换 周凡有些讶异道 当然能 传笑着说 你听过造神宗吗 没听过 周凡摇头 他们在流星界也有分布 你可以试着从这条线索下手 传脸路古怪笑意道 你笑得太古怪了 我得小心一点 不过周凡还是将造神宗记了下来 准备好好打听一下这个听起来有些古怪的组织 不过如此陌生组织 接触起来还是要谨慎 实在不行就放弃 先试着从大卫天子那里下手 周凡心里想着这事 他好奇道 你知道青铜叔父身在预谋什么吗 传听周凡提起这个 他哈哈大笑起来 知道呀 你想知道吗 这不是废话吗 周凡心里付匪一句 他点头道 我当然想知道 毕竟这可是附身在他身上的 传露出思索之色 他很快摇头道 不行 不能告诉你 你要是知道了 就等于他知道了 为什么我知道他就会知道 周凡有些不甘心道 他有一项很厉害的本事 能感应到你是否知道他的谋划 传义连正色说 你可别小瞧他 要是他知道你知道了 你想他在帮你 那就变成不可能的事情了 我哪里敢小瞧他 周凡摇了摇头 不敢再问 只要传心里有把握就好 当然在这事上传也不可靠 要是可靠 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儿女 他想到这里 整个人都是震住了 二丫头默默与小白三兄弟会不会在船的安排之中 第1899章时间导 默默与小白他们三个的事 你事前就知道吗 周凡看向船直接问了出来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 船挠了挠脸颊笑道 我当然不可能事前知道 你该不会怀疑我安排的吧 不过我承认 我确实旁观了 并乐见其成 你为什么乐见其成 周凡皱眉道 这个吗 船眼珠转了转 你们那个世界不是说多二多女多福吗 他们都挺优秀的 还很孝顺你 周凡 周凡知道船完全在瞎扯 但他也没有办法 到了 你看前面 船见周凡还想问 他指着前面忽然说道 周凡看了过去 看到的是一座被金色雾气笼罩的小岛 小岛似乎也在散发淡淡的金光 静谧而神秘 漂亮吧 船满脸笑意 要不是我带你过来 你可找不到他 他可很久没有迎来客人了 小周在距离金色小岛一百丈外停了下来 不再往前 再往前 你就会遭遇很厉害的时间腐蚀 船脸色严肃说 也就是石流小岛所说的受损诅咒 五 从你到小岛上距离 大概会不见三百年受数 三百年受数对你来说很重要 但更严重的是 你不想再出去之后 外面已经过去三百年了吧 三百年 周凡嘴角扯了扯 别说这等受数不见对他来说很重要 外面要是过去三百年 恐怕一切都变了 蛮星界大姐也早已结束 他可接受不了无端端不见了三百年时光 不过办法不是没有 而且你就能做到 船脸轻松说 利用你的时间法则就可以抵御时间腐蚀 他的手指一出一团灰色光芒 很快就钻入了周凡眉心中 周凡很快就消化了那团光芒 那是利用时间法则抵御时间腐蚀的竖法技巧 这不难 你先试试 等可以了 我们再前进 船笑着坐了下来 周凡轻轻点头 他运转术法尝试起来 这技巧确实不难 他只花了半个时辰 就让身体散发出一圈金色的光芒 这是他利用龙神血抽调出来的时间法则 能够保护他不受传所说的时间腐蚀 不错 不错 传满一点头道 保持住 可别散去了 要不然遭遇了时间腐蚀可别怪我 小周开始继续前进 周凡能敏锐感觉到 有什么在侵蚀他身体外的金色光芒 他连忙调取更多的时间法则对抗这侵蚀 他可不敢大意 这不仅会折损受数 外面的时间也会流逝 反而试传什么也没做 他站在船头悠闲看着那座小岛 你怕不怕 我的终极目的就是带你到这座小岛上 然后为了达成某种目的把你杀死 就算是 我也反抗不了 周凡毫不在意道 他心里面也不信 毕竟他现在还没有感觉到那么多引导者所说的彼岸 他现在的实力或许算是可以 比起引导者还是差得远 估计还入不了船的法眼 船扭头回来 他感到有些委屈道 其实你别听那些引导者胡说八道 我绝不会害你 周凡脸路无奈 他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船 但目前他心里确实存在疑虑 总感觉船在他身上图谋甚大 以前的登船者真的都死了吗 船轻轻点头 这个倒是真的 他们都失败了 就变成了天上大雪球一部分 船所说的当然是灰和空间里的那个大雪球 周凡曾随雾飞上去看过 那个大雪球表面是由无数尸骸堆积起来 就算他们都死了 也没必要把他们的尸体放上大雪球吧 周凡说 他们都死了 尸骸留在大雪球上 他们又没感觉 船转紧小拳头挥舞道 关键是我得警示后来者 那是失败的下场 让他们好好努力 周凡不知说什么才合适了 他总感觉事情没这么简单 那你觉得我会成功吗 不知道矮 船恐脑道 也许会吧 你要是失败了 我会很伤心的 我对你可是寄予厚望 不过你也不是我第一个寄予厚望的登船者了 我是第几个 周凡问 第3672个吧 船说出了准确的数字 3672 周凡眼角跳了跳 那你的寄予厚望可真不值钱 跟你开玩笑的 船又是嘻嘻笑着露出洁白牙齿 其实你是第一个 为什么你会对我寄予厚望呢 周凡问 脚舟靠岸了 船当先跃了下来 他的动作就似一个体态轻盈的调皮少女 周凡也跟着跃下 你可以不用再保持这样的状态 岛上没有时间侵蚀 船说 周凡就把这束法停了下来 长时间保持这样的状态 以他现在的境界 也有些吃不消 船在前面带路 脚岛上很安静 周凡跟在船的后面 他再次追问 你还没有告诉我问题的答案 不能告诉你了 船头也不回说 我就知道 周凡感到有些可惜 但问之前他就有一定心理准备 也没有多失望 他很快脸色微眠 因为岛上出现了一些纯白的建筑废墟 这小岛有人住过 又或者说不是人居住 而是其他什么生灵 但建筑废墟存在 肯定是有智慧生灵在这里住过 这是什么地方 周凡开口问 时间岛 传说 这是他的名字 他可是现在石流小岛一切的起源 石流小岛一切的起源 周凡心里面感到惊讶 石流小岛最不同寻常之处 在于时间的流速异常 他还想再问 但很快忘记再问 他看到了金色雾气 缭绕着一座石杖高的雕像 那雕像脸容英俊带着难以形容威严 像声铭刻着密集的道文 道文繁复的就似时间也变得慢了下来 考经人的时间法则 周凡面露恶然之色 他居然从一座条像之中 感受到了时间法则 雕像双手放在腹中位置 他拖着一颗巨大金色珠子 金色珠子有着数十圈 必还原现在转动 时间真是个好东西 他能保存的这么好 时间可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传带着有些复杂的情绪感慨到 第1900章诸神 他是谁 周凡看着远处的巨大雕像问 金色烟雾缭绕着的巨大雕像 能散发出时间法则 这雕像的来历肯定不简单 时间之神 传脸色平静道 时间之神 周凡脸上露出惊恶 这时间真的有神奇 可是我听周小猫他们这些引导者说是间无神 传笑道 他们说的也没有错 你可以将其当作一个修炼了神道流的强大修士 原来是修炼了神道流的强大修士 周凡输了口气 这与他的小犬大仙 佛主都一样 神道流修士也一向喜欢自称为神 以此来吸收信仰 不过他们又与神道流修士不同 他们确实有资格称为神 传卿笑道 你可能不知道 在那个时代 修士体系还没有建立的时候 那是属于诸神的时代 四时间之神 他可是第一个拥有时间神格的人 之后他陨落了 时间之神神格才会流传出来 周凡心里面感到惊讶 或许只有传这样的特殊存在 才会知道这样的历史 他之前的那些引导者 应该都不知道这段历史 时间之神是如何陨落的 传看向周凡 脸上带着诡异的微笑 我杀的 传杀的 周凡心里感到震撼莫名 诸神的陨落该不会都与你有关吧 这当然不是 传笑着摇头 他们要不是得罪我 我可不会无聊到杀着他们玩 杀着他们玩 周凡心脏抽搐了一下 这可是被称为神的强大修士 时间那家伙以为掌握了时间之道 就能为所欲为 他发现我的存在 就来挑衅我 我只能杀了他 传说的轻描淡写 传你究竟有多强 周凡不认为传在说谎 他直觉感到传说的是真的 这真的是一个怪物 说来你原先那个世界不是有一个词叫做诸神黄昏吗 传想了想到 也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个时代诸神的陨落 众神有几个是我杀的 有些是神魔大战使死掉的 不过更多的是信仰缺失而不负强大死掉的 神魔大战 诸神黄昏 周凡可以想象出那个时代是何等波澜壮阔 他微微沉默 诸神的力量来自信仰他们的众生 要是众生不再信仰他们 他们就会变得虚弱 这是神道流被现在修饰体系取代的原因 毕竟现在的修饰力量大多来自自身 与神道流完全不同 可是我有些不明白 难道诸神就没想到他们本身的弱点吗 周凡问 他们当然很清楚 传让周凡跟着他继续往雕像方向前进 可那个时代修饰体系还没有出现 他们高高在上 又不可能抛弃神格做一个凡人 所以他们防止信仰缺失的办法 往往是固定信仰与抢夺信徒 一个人只有专心信仰一个神时 他才能产生强大愿力给神享用 要是信仰了两个神 那他的信仰会不坚定 就算是两个神之间的信条没有冲突 他信仰坚定下来 那愿力也会分成了两部分 众神曾经为了信仰打得头破血流 要不是外界还有魔族的威胁 他们早已经开始神战 就算没有大规模的神战 两个神之间的战斗在那个时代很常见 不过后来随着争斗 众神都有了固定信仰地狱 只要没有越界 众神就不会亲密战斗 毕竟生灵越来越多 他们能收集到的愿力就越多 也不怕信仰缺失问题 还在此基础上 众神联合起来与魔族发生了神魔大战 这神魔大战本质也是争夺信仰 魔族也是生灵 也能产生信仰愿力 但魔族可不好欺负 神魔大战死了很多强大的魔 也死了不少神 再确认无法得到一个明确胜负结果 双方都默契选择停战 休养生息 那龙族呢 妖族呢 周凡忍不住问 他们在那个时代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妖族在那个时代只是魔族附庸部落 神魔大战是魔族走向衰败的一个因素 在魔族衰败后 妖族才得以脱离魔族掌控 传笑道 至于龙族 他们的数量少 就算他们信仰了任何神奇 也不可能产生多大的愿力 况且他们也有自己的神 说到这里 传停顿了一下 他笑着摇头道 就是龙族那个老家伙 可强得下人 神魔都不敢招惹他 那时代的龙族是超然不理事事的 现在也差不多 什么老家伙 就是龙族的祖龙神 传亲笑道 他可是龙族的起源 也就是默默的祖先了 周凡心想连传都说他强得下人 那实力的有多高 就算没有修饰体系 他们既然知道了自身的弱点 又想法加强 为什么还出现了诸神黄昏 周凡不解说 因为时代变了呀 传脸上笑容收敛 无论如何加强 信仰的坍塌要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诸神可阻止不了 那他们就只能陨落了 一夜之间信仰坍塌 周凡头皮隐隐发麻 之前他与英九讨论过 神道流之所以小众 是因为怪觉横行的世界 想建立虔诚信仰太难了 目前他看到最成功的就是佛主了 你是不是想问信仰 为什么一夜之间坍塌了 传缓缓说 但这可不能告诉你 你可以自己想法去查 啊 对了 不过有一件事可以告诉你 你得到的太古神格可有趣的很 什么地方有趣 周凡收敛心思问 他可是融合了那枚太古神格 而当初英九都说不知道他的来历 但传之道并不出奇 因为传可是生活在诸神的时代 他甚至在了时间之神 时代演变使得很多物品名字消失 并拥有新的名字 传脸上带着神秘得意的笑容 所以太古神格以前也不叫太古神格 在诸神时代 也没有一个叫太古之神的神奇 太古神格属于被称为众神之神的家伙 众神之神 周凡一脸愕然道 是的 众神之神 传哈哈笑道 你猜为什么有着这样的称号 密尽 密尽 疚 nature